有人說就是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在針對俄乌戰爭這個問題 美國跟歐洲開始聯手對抗中共 其實我覺得大概你說對抗還沒有 也就是不在這個問題上面 那之前你說就是美國跟歐洲的合作 在對抗中共 那這個事情是有 但是不在俄乌這個問題上 這個問題上並不明顯 不過他北約對中共 這次在這個戰爭當中的態度跟立場 那北約很多事情是不高興的 那所以如果整理起來的話 我們看到北約最近對中共有關的問題 大概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很明確地譴責中共說 你在支持俄國 你準備軍援 雖然你還沒有軍援 但是我們有就像你剛剛說的 我們有很明確證據 你好像要準備軍援它 那這點我們要幫你叫聽 這個我們要再說 第一個北約特別指責就是說 你在政治上支持它 這個大家比較少談到 雖然大家都看見 但大家比較少談 怎麼說呢 我們都知道 你到現在為止 你中共沒有明確地譴責俄羅斯 你去侵略烏克蘭 那不管怎麼說 就是你俄國跟烏克蘭 有各種各樣的這種意見 摩擦 或者歷史的糾葛恩怨等等 人類的文明走到今天 大家已經不太能接受 用戰爭解決國際糾紛 現在我們有國際法庭 有聯合國 有各種各樣的國際組織 有各種各樣的這種多邊會議 或多邊架構 然後也甚至可以有 經貿制裁的這些手段 你大可以用這些手段 你不必要走到戰爭 而更何況說 很多俄羅斯發動戰爭理由 其實說起來還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你在這問題上面 你沒有明確表態譴責俄羅斯的侵略 那北約很不客氣地指出來了 第二就是 那更惡劣的就是 在國際法庭上投票 15個法官投票 13票認為說是有侵略 那你俄國你說 我投票反對我侵略 那大家說算了 因為你是自己國家 你中共為什麼也跟俄國一樣 也投同樣的票 這大家覺得是說不過去 所以 這就是很簡單 用邏輯 就是一般的常識可以判斷 還不錯邏輯了 一般常識能判斷的事情 就是你都這樣做的話 那你是違背常識 那表示你的立場是偏頗的 所以就是北約特別指出來說 你中共在政治上這樣支持俄國 這是不對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北約講得更重 你公然說謊 你散布假訊息 然後等於就是說 你在打資訊戰跟心理戰 這點我記得 我在另外一個場合我講過 我說 在這個拜登跟習近平 這個視訊會議完了之後呢 中共立刻就搞大外宣 我們上次不是說了嗎 他發一個新聞稿呢 就在會談還沒結束以前呢 就先發了新聞稿 這是一場荒唐的事情 那表示說 他想搶照話語權 他想在這個文宣陣地上面 先鞏固一些他的立場 好 那完了之後呢 又接著發了多篇的重磅文章 去解釋說中共的立場跟態度 其中我經常引用的篇 就是3月19號 在新華社會上發 他那個一個小標題叫 第一觀察 正式標題叫做 中美元首視頻通話 釋放三大關鍵信息 我就不重複三大關鍵信息了 我就講到他其中幾個要點 他有幾個要點 第二點他說 習近平這苦口婆心呢 跟拜登講了很多話 他的目的就是說 提醒美國 你們不能誤判行事 如果你誤判行事 繼續採取錯誤的做法的話 那會造成問題升級 一棍子就把問題 丟到美國那邊去了 今天講說這惡污燦爭 就你說是美國的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他說最近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 採取一系列的單邊制裁措施 單邊制裁措施 進一步激化矛盾 沒有解決問題 然後導致全球的經貿 金融 能源 糧食 產業鏈 供應鏈 出現了嚴重的風險 在這種背景下面 美方從中方對話 溝通的需求上升 也就是你知道什麼問題了 就你現在有求於我 中共完全沒有說 他在這裡扮演了什麼角色 也沒有說他有什麼責任 所有責任所有問題 都是你造成的 他變成一個仲裁者的角色 不只是仲裁者 受害者 受害者的角色 不只是仲裁者 但同樣的標準方式 在他之前疫情上 他也不是這樣講的 反過來說 你說他有沒有單邊制裁澳洲 對啊 他有沒有單邊制裁紐西蘭 有沒有單邊制裁立陶宛 有沒有單邊制裁台灣的鳳梨 而且老師 沒道理的制裁 應該叫做報復跟霸凌 對 我就說 現在這個中央叫單邊制裁 那你至少這些都是單邊制裁 這第二點 第三點 各方應要共同支持俄烏對話談判 談出結果 談出和平 美國跟北約應該同俄羅斯開展對話 解開烏克蘭危機的背後增結 化解俄烏雙方的安全憂慮 你覺得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的就是 對 我們要解決問題 怎麼解決問題呢 支持俄烏對話 同時美國跟北約要跟俄羅斯去談 因為問題是你們造成的 所以你們要去談 你們要來共同化解烏克蘭危機 背後的這個增結 這背後增結是你們造成的 花多厲害 所以你說美國不跳腳嗎 那簡單說就是 他不但沒有搶著俄羅斯 他倒打一棍說 俄烏戰爭背後增結 你們美國和北約造成的 因為他後來又發了一篇文章 又講說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是北約東擴 我們現在看我們上次說了 不是北約東擴 是原來的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跟龐貝倫衛星國家 在蘇聯瓦解以後 大家擔心俄羅斯起來 重新再暴凌他們 所以他們迫不及待 向西去逃命 是這些國家去西進 而不是北約東擴 這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今天 就算你要講 就算要講北約東擴 也至少 你得先把前面那個說清楚 對 而且至少要各打五十版 至少至少 那已經是很不公平了 對不對 因為俄國侵略人家 是幾百年的事情 不是說 對 不是說最近大家欺負他 不是這樣的 他從一二一五年 一直搞到現在 搞到這個八百年了 那大家當然怕他 怎麼不怕他呢 所以中共就繼續譴責說 是因為北約東擴造成問題 那你為什麼不指責說 俄羅斯威脅呢 你當年不是指責說 俄羅斯威脅 或者蘇聯威脅你嗎 這很清楚 這是第一大點 第二點 我們過去講過從戰略上考慮 中共其實是希望說 這場戰爭能夠久拖不絕 久拖不絕 第一個好處就是 消耗美國 歐洲 跟俄羅斯 烏克蘭 也就是下次對上市的策略 久拖之後 美俄的矛盾上升 美中矛盾下降 那我們過去講過就是 中共當快樂第三人的機會上升 北約就是比他表態 比如說你得講出來 然後美國的發言人沙奇爾 講說你要表態 你不表態的話 那我們認為說你在幫忙 好 這是第二大點 第三點我們現在看到說 拜登不是到北約去開會 你剛剛說開一系列峰會嗎 第一 當面討論說 怎麼進一步制裁俄羅斯 不管是黃金 加密貨幣什麼等等 第二 討論戰爭的可能性 如果俄國真的動了化武 動了核武 那我們怎麼辦 然後我們怎麼支援烏克蘭 第三 他們在討論就是 中共會不會支援俄羅斯 然後怎麼樣支援 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針對它 然後其他就像伊朗 印度 委內瑞拉 不管石油或什麼等等 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處理 那最後一點 我猜他們談的就是 我們要在這個戰爭情況下 或戰爭之後 怎麼樣確保歐洲的能源安全 能夠順暢 所以我在寫這稿的時候 消息也沒出來 今天來的這路上 這消息已經出來了 就是好像美歐雙方對於 繼續在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 有不同立場 這當然了 因為對歐洲的依賴比較重 所以簡單說就是 一方面是應付俄武戰爭 二方面就是應付說 你中共在這場戰爭當中 你的角色跟立場 那我們怎麼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常講 我說這場戰爭非常有趣 世界各國在看著烏克蘭 但想的是台灣 對 是不是這樣 張建議看香港也想的是台灣 是 是 團文你請教 桑普律師怎麼看 這一次說是不是聯手抗共 我覺得還是為時尚早 聯手是事實 抗俄是事實 但是我覺得對於 打一個 盯一個甚至六次的策略 打俄羅斯盯上中共 還不算到那個聯手 一起去對抗中共的時刻 那我們看到現在的局勢來講 剛剛明老師也講到 中共也被歐盟盯上 因為美國跟北約 提供很多情報給歐盟 歐盟很清楚 有一些非常可靠的證據 說中共正在考慮軍事援助 俄羅斯 這個軍事援助跟財政支持相當龐大 中共可能說糧末 我講過就是食物有可能 你知道MRE 如果你看英文的媒體都看到 就是那些軍用的野戰的口糧 那是很重要的一個 另外還有備件 還有消耗品 彈藥會不會有 雖然中共否認有彈藥 但是你說要運糧的時候 會不會摻雜那個東西 夾帶私貨 那是極有可能 就算衛星也很難偵測得了 所以你看得到這一種情況 會慢慢地幫助俄羅斯 因為中共懂得一句成語 叫純亡此函 所以這個地方是中共也是不要俄羅斯倒 那中共整個戰略呢 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那個想法 第一個快樂第三人 把普丁推上火線 直接跟美國對撞 這個地方基本上已經做到了 那問題是對撞之後 中共躲得了多久 穩守快樂第三人能穩嗎 這是一個問號 第二個事情是 那他俄國如果真的快速被殲滅 他也可能在殲滅之前 依賴中共 可能啊 不是一定 那這個情況會成為 俄羅斯成為中共的附庸國的情況 也會出現 這個附庸的出現 會導致說 中共真的成為這個專制獨裁世界的老大哥了 因為這個地方是他夢寐以求 一百多年的一種 所謂偉大的事業 這個地方是中共想去做的 但這個依賴論呢 我覺得說這個地方有個變數 就是你怎麼減斷 中俄之間的池袋的問題 越快減 越快 越準 越好 所以這個池袋怎麼減 要輸戰 輸勝 才能夠減斷他們的池袋 第三個地方是 俄國撐住 拖住 那剛剛明老師講到 如果這個戰爭拖下去 那曠日廢時 雙方都消耗 那中共這個地方可以坐山觀虎鬥 他也沒在怕 就算你美國來制裁我 就是說把我攔炒 就是真的是把這個 中共啊真的制裁上去 他能拖的也他不是最傷的一個 所以結果是中共 現在用採取這樣的態度 來面對一切的事情 那看到拜登最近 就是剛剛早上起來 看到拜登 在3月24號有那個在Brussels 在布魯莎爾有個記者會 他也講到北約是團結的 這個團結當然是好 但你要知道說 美國跟歐洲國家 是因為利益的關係 而團結在一起 沒有必然的原因 他們團結的 如果這個共同敵人沒有掉的話 也是會有分開的時候 但在這個抗俄的情況下 在俄國還沒倒的情況下 我覺得說尤其是俄國繼續 入侵烏克蘭的情況下 還是會堅持 但彼此之間在能源各方面 會有不同的訴求 所以我想說這個聯盟 暫時還是穩妥的 但不可能是永恆的 那你看到說他們 歐盟歐洲盟友跟北約 通過那個軍事跟人道援助 支持烏克蘭 實施史上最嚴厲的經濟制裁 那拜登也講到 可能拖一年的時間 這個經濟制裁 不會在這麼短時間內 可以撤除 除非俄國撤出這個 入侵的部隊 那另當別論 他一年內 可能會有這個情況 他說北約 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團結 而普丁的侵略 都是事與願違 因為北約跟美國更團結 北約跟歐洲更團結 而且他以為 美國沒有凝聚彼此的能力 反而是有 這地方肯定 第二個地方 擔心核武的問題 那拜登就說 如果俄國使用核武 美國會回應 當然不會把底牌翻出來 第三個 講習近平 318 習近平跟那個 跟那個 拜登有去 二小時的視訊通話 那拜登就說 中國向那個 俄羅斯提供實質性支持 將會面臨嚴重後果 這個是已經多次提起 蘇利文 布林肯 拜登多次提起 這是敲打中國 因為你講這句話 中共說 欸我不會提供支持的 這個基本上 也是失信於俄國嘛 如果說我會提供支持的 那就是調到那個 美歐會對抗的陷阱嘛 那他就不說 他也不回應 什麼都不說 然後你現在知道說 美國是掌握實質證據的 那問題是 美國為什麼不現在 這邊翻這個東西出來 因為他很知道 這個現在頭號敵人 是俄羅斯 這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 要翻這一張牌出來 留到後面翻 比現在翻好 現在翻這一張牌出來 來對抗制裁中共的話 那很可能激起那個 全球產業鏈的那個 中斷的問題 因為中共 傷看在整個 全球商業鏈太深 太多了 那現在 你看到如果 如果川普時代 沒有開始做 這個 的動作 我想現在已經不堪設想 所以現在 是正在美國 正要重整產業鏈的 重要時刻 也是台灣 必須要面對這個 重要時刻 我們必須要審慎的抉擇 那現在的地方是 全世界要中共不要干涉 手中 中共干涉 俄物真的戰爭的證據 但偏偏先不拿出來 這個地方 會再往後丟 這個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 現在整個局面來講 當然說 把俄羅斯從G20 沉浸出去 等等 那拜登也講過一句 很重要的話 是說 中共不要援助 俄國跟烏克蘭 因為中共 已經了解後果 不是已經了解 有後果 而是已經了解 會有什麼後果 因為這個地方 已經在那個 視訊通話裡面 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 跑出去 即便說 剛剛說 剛剛明老師提到 中共也是 講美國 講到 中共自己是受害者 美國是升級的元凶 但是美國應該不聽 總之你去援耳 一定會有後果 後果都已經告訴你了 意思是怎麼樣 意思說 如果你真的會這樣做 你就要承受 一步接一步升級的制裁 而且歐盟已經提出來說 貿易制裁見在弦上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就貿易制裁 就重演說 川普做的事情 加俱加生態的烈度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刺激制裁 我覺得這個刺激制裁 對於現在 中共現在已經 雪上加霜的經濟 基本上是雪上加霜 但是問題是 它會不會導致 它整個倒台的結果呢 我覺得還不會 那這個要看 這個戰爭能拖多久 而且北約跟歐盟跟美國 有沒有決心 用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來完結這個事情 這個才是對全球 抗拒中共的形勢 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了解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